我们画一张水箱 首先确定一下它的位置 这是前面的这个一按 这里是画了一棵树 大概标注一下 那这里是钢子 下面一个树折打 这个是墙角 下面是先调一个中的木色 中的木色 淡一点也不要紧 我们先把这个 然后调笼膜 大概的心已经有了 青花树干 笼膜 这是藤黄 这是紫石 首先调藤黄 颜色稍稍可以浓一点 不要像水一样的 笼筋调紫石 笼筋调紫石 像这个笔上的颜色是 以前或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把这个树呢 点一些大大小小的点 好 我们调花树 花树 加入墨 然后我们画这个房子 房子的顶 你沾一点水 调一调 这时候墨色就淡一点 然后后面的房子 再沾水 小笔调淡墨 把这个房子勾一下 用浓墨 摆一个小船 然后调这边 这个淡墨 轻轻擦一擦 然后划清 淡划清 这是它的导印 这时 淡淡的划清 调一点点 这个刚才的 这个淡淡的划清 把这个房子下面擦一擦 小笔调淡 小笔调测 小笔调测 这个小船 各位想 床 还是这是加了一点点花清 或者加淡墨 也可以 底下一下 淡淡淡的淡墨 淡淡的淡花 把这后面点一下 画一点 素 小笔调淡测 所以它被调浓墨 是加了笔调测 这下不一样的测 还有呢,就是code h,medium 加白,在这个,再点一些叶子 加一点这个木桩,挺传的